明正好主席柯文哲在担任台北市长任内留下了五大弊案 其中由新受得标的南港转运站BOT案 在他任内多次下修权利金也遭议员质疑是徒利无心仪家族 回顾南港转运站BOT案前两次招商时 开发与固定经营权利金加总12.5亿元 第三次为16.1亿 第四次招商却突然取消了固定经营权利金 仅剩6.1亿的开发权利金 整整少了10亿元收益 除了权利金下修之外 又是由这个新受由吴欣盈家族所标到的 柯文哲真的是瓜田里下 一点都不避讳 同批柯文哲用职权让新受占便宜得标 而不止这里在北市科第17 18用地 也被报件价租给星光人寿 由柯文哲拍板放宽产业限制条件 免交投资计划书 甚至还传出柯文哲为了星光劝退港商 全世界前三大的网路公司 如果这不是图例 那什么才是图例 把所有的会议记录 录音档一切全部上网 柯文哲过去强调坦荡 不过时间点就这么刚好 2019年吴欣盈担任新受副总 到了2020年担任民众党不分区立委 而2021年星光已低于市价44亿元 就拿下了T17 18标案 吴欣盈又这么刚刚好 又是柯文哲的不分区的立委 及副总统的参选人 所以这之中柯文哲究竟 有没有在图例财团 我想检调应该要好好的来彻查清楚 柯文哲留下弊案烂摊 时间点令人怀疑独厚吴欣盈家族 柯文哲口中的坦荡荡 也让大家打上大大问号 参讯人为张春莱太友常报道